最近随着中国女排官方选帅信息发布 女排再一次被推到了热搜上 引起不少球迷关注 而教练正在紧锣密鼓的选拔中 球员们却终于忙完了联赛 可以短暂的休息片刻了 自从东京备战到现在 很多女排姑娘都是连轴转的 不可谓不辛苦 这部比赛一结束 大家就纷纷开始度假模式 正一新小姐姐穿着黄色连衣裙和朋友聚餐 刘彦涵则是一身红色包囤裙开始拍广告 至于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公祥宇 也和朋友们相约下午茶 而且穿衣风格也大变样 让网友们惊呼认不出 一起来看看吧 都知道今年联赛 江苏女排的主力张长宁因为伤病 所以没有参加 所以作为同样自立老的龚祥宇 就临危寿命 虽然一路打滴比较辛苦 但依旧率领队伍拿到了联赛第二的好成绩 而比赛结束之后 龚祥宇也终于难得可以休息 她是球员里难得的从东京到全运会 再到联赛都一直在线的球员 现在终于有假期了 和朋友圈一起逛街 照片里的龚祥宇一身小香风 陪着大长靴和蓝色牛仔裤 正在优雅的喝着咖啡 看起来十分有气质 优雅的风格也迷倒一片人 要知道在此之前 龚祥宇一直是大家心里的团宠宝宝年纪小 风格也是可爱运动系列的 这一次变装乍接 一改之前的风格 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雨格 尤其是一双大长腿 十分吸睛 引得球迷也感慨 妹妹也长大了 这样美丽的小姐姐 谁不喜欢呢 不得不说 时间仍然 龚祥宇这个在里约 还是骑兵的小姑娘 到现在也长得亭亭玉力 可以独当一面了 接下来预计女排主教练 选拔完毕之后 国家队的集训也会提上日常 再加上今年要备战 亚运会合适锦赛 作为目前国家队的唯一接应 她的压力估计不会小 希望小姐姐可以好好休息 然后在今年其余比赛里 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挑战